那么我们念佛人一定要懂得修学的关键 念佛称佛 直接稳当 快速可靠 就近平安 我们就是运用念佛的法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两日我们就有方法做到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他在因地里面所发的宏运 都能够实现 四红事愿里面众生无边事愿度 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下下平往生 他广度一切众生的宏运都能够兑现 不像我们在此地 我们的愿是法疗做不到 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 西方世界就不然了 虽然这个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的人 烦恼 习气一瓶都没有断 他能够到净虚空变法界 供养祝福 度化众生 凭什么 所评级的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本院的加持 第一点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然后才晓得净土法门的 无比殊胜 世出世间 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能跟他相比啊 平凡 我跟你修不是 晓得